地貌德前书第五章 不要严则老年人 但要劝他如劝父亲 劝青年人如劝弟兄 劝老父如劝母亲 以完全纯洁的心 劝青年女子如劝姊妹 要敬重寡妇 即那些真正做寡妇的 假使寡妇有儿子或孙子 他们就应先学着孝敬本家人 报答祖先 因为这是天主所喜悦的事 那真正做寡妇的孤独无依 以既往于天主 黑夜白日常在恳求和祈祷 但那任性纵欲的寡妇 虽生有死 你要拿这些话去劝诫 使他们无可指摘 如有人不照顾自己的妻族 尤其不照顾自己的家人 即是背弃信德 比不信的人更坏 录用一个寡妇 年纪不要少过六十岁 且只做过一个丈夫的妻子 又必须有行善的声望 如教育过儿女 款待过旅客 洗过圣徒的脚 周记过遭难的人 勤行过各种善功 至于年轻的寡妇 你要拒绝录用 因为当他们情欲冲动 违背基督的时候 便想再嫁 这样必遭致惩罚 因为他们摒弃了 起初的信誓 同时 他们又游手好闲 习惯串门踏户 不但游手好闲 而且还饶舌不休 好管闲事 说些不当说的话 所以 我要年轻的寡妇在家 生养儿女 治理家务 不给敌人 以诽谤的任何借口 因为有些 已转身随从了撒丹 若女信徒家中有寡妇 就应供养她们 不可加重教会的负担 为使教会 能供养那些真正的寡妇 那些善于督导的长老 尤其那些 出力讲道和施教的人 堪受加倍的敬奉 因为经上记载 牛在打肠的时候 不可拢住他的嘴 又说 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 反对长老的控告 除非有两三个证人 你不可受理 犯罪的人 你要在众人前加以斥责 为教其余的人 有所警惕 我在天主与基督耶稣 以及蒙选的天使前 恳求你 要遵守这些话 不可存成见 做事也不可有偏心 不可轻易给人付手 不可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子 勿要守身清白 至于你 你以后不要单喝清水 为了你的胃病 和你屡次生病 却要用点酒 有些人的罪过 在受审以前 便是显明的 但有些人的罪过 只在受审以后 同样 善功也是显明的 即使不明显 也不能隐瞒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